钢瓶二维码,一瓶一码,成为钢瓶的专属身份证。 钢瓶进站前,厂站工作人员对运输车辆及空钢瓶进行扫码记录。 入站钢瓶按照合格、超期、报废钢瓶进行区分入库保存。 在厂站冲装台,所有冲装设备更换成了带二维码扫描功能的信息化联网电子称冲装器。 在钢瓶冲装前进行扫码操作,记录复合钢瓶信息。 在钢瓶出站前,厂站工作人员对运输车辆及时评进行扫码记录,完成钢瓶在厂站内所有流程的信息化录入。 在钢瓶到户时,由送汽人员对用户处空钢瓶进行扫码记录,将回收空瓶中的用户信息进行提取和消除。 上述每个步骤均通过二维码钢瓶信息管理平台记录管理,实现对钢瓶流程的全过程信息化管理和跟踪追溯。